中美之间的博弈从贸易 科技一路打到间谍战 是如此吗 我们来看美国联合的盟友一共12个国家 联合发了声明谴责大陆恶意的网络攻击 然后揭露了大陆骇客50个战术跟手段 起诉了4名大陆人士 郭元你的看法 这是要做数位战线包围 在美方准备进行收网 媒体这样形容你怎么看 这个事件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大部分都是针对性的 比如说针对某个网站 其实你比较俄罗斯上次针对Solarwind的 也是针对某种产业 那这个是进入微软的邮件的伺服器 然后等于是不分对象的 不分对象的这个 这个就已经是网路上的 极大的敌意跟恶意了 就你不分对象 他随时可以做任何事情 那当然这个也是欧洲跟美国的说法 说他结合了很多的犯罪团体 那甚至从中魔力 不只是盗取信息 而且还可能有魔力 就拿到好处了 那得到著作权 商业机密等等 这个而且微软在今年3月2号 他宣布了他这一个伺服器上的漏洞 然后他就开始进行补修 那结果他就趁着这段时间他还没修好 趁机这样进来 而且直接是进入那个邮件的伺服器 然后做全面性的 我现在只假如他们讲的都是真的 那做全面性的这个 各种各种机密的盗取 还有信息的收集等等 还有甚至得到好处 这个我看是没有过这样的 国家级的骇客行为 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呢 当美方开始启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刚刚讲之前都单一 那美国是把它现在完全升格到一个全面性的 那美国当然会理解成说 这个就是网络报复 那当然中国也做了回应 他就说他第一个否认说这是他干的 那第二个就是他说 我们有大概五万一千部电脑 也被僵尸城市所控制 中方的反应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新闻 不过我先就针对这一部分 先再顺着问下去 Ross帮我们解释一下 华尔街日报已经讲了 这一次就是针对三月份微软被攻击的事情 当时微软就认定这个骇客组织叫做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个网络间谍组织 就微软的认定是如此 当时导致于全球数十万的企业跟组织遭到入侵 但我要问的是美国政府刚刚过原解释 这一次等于上是全面性的提升 这个间谍活动把它归类成同一个等号 过去就是可能单一的一个组织 单一个勒索的一个软体之类的 我要问的是美国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对于中国大陆对于俄国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 因为俄国之前的时间 当时就是那个赎金的软体 Wincentwear 对 他的赎金金额这么高 但是拜登的做法就是要彻查口头警告 据说有打电话给拜登 但是对于大陆的骇客 是联合12个国家发联合声明 然后起诉4个人士 这个力道上面真的差蛮多的 如果是涉嫌到俄国的话 当然一些稀有国家 他们有自己的考量 尤其是德国了 对不对 所以很难对俄国的行为 有一个意志性的联合的回应 或者美国跟他的盟友 但是对中国一些行为 这个联合的声明不是第一次 最近很多国家会愿意跟美国一起遣除 不管是所谓的这个hacking 或者这个prisoner的 最近加拿大也有带领一个联合声明 就是关于人质的外交什么的 对不对 或者对香港新疆都有类似的联合声明 所以好像美国打电话给这些盟友说 你要不要签他们就签 他们就签了 这次是北约第一次 但是很多这些国家已经有签过了 对了 对所以其实他们一起签 算是一种protection 一种保护了 因为他们名字就是在一个名单之内了 不是单独或两三个国家 所以他们好像是没有很怕热火中国 因为这大家都一起签了 但是我 你看他们没有很怕惹火中国大陆 所以你第一次说同样一份声明 如果针对的是俄国 像北约的国家要签下去的时候 心里面就会忌惑什么 当然因为西欧国家跟俄国是领主国家 所以他们要担心了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为什么亚太地区的国家那么小 签这个声明呢 对 有澳洲 约西亿 约西亿是比较少数 是日本有签 约西亿是比较少数 会这么公开批评中国 那日本可以理解 但是日本官方他们讲话的时候 还是会很谨慎 如果我这里补充一下 我这里补充一下 那个美国那个刑事追究四位 这个是 这个是很重的下手 那欧洲是签的这个部分 中国驻欧盟的使铁团搏斥 全部都是捏造的 然后大陆自己是受害 去年境外 大约是5.2万个僵尸电脑城市的伺服器 控制了大陆531万台的主机 幕后的黑手 控制规模的排前三位的伺服器 都是来自于北约的成员国 这是中方的一个说法 大使你来看 目前为止最新的发展就是 挪威已经召见了中俄的大使 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美方 把这东西升格成一个国际的间谍战 又形塑大陆是这个派克王国 当然是美国在动员 动员这个国家打群架嘛 那不过就我还想起来就5月多的时候 那时候欧洲的报纸都还在报那个就是说 这个丹麦的这个情报单位 跟美国合作 窃听这个欧盟各国的首领的领导的电话 窃听了6年 那怎么没有把任何人起诉呢 也没有任何这个大家一起联合起来谴责呢 然后去找一个人算账呢 不过看了很多报纸 所以这个好 这个这个这个 那不要讲那美国的这个窃听这个 这个欧盟国家领袖事情 那就是说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不看到美国这样子大张旗鼓呢 也没有看到美国 美国当时就是轻描淡写 也没有也不做回应 所以这件事情显示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那大陆讲这些话 我认为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而且它这个有数字的 那这里面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实上 这个叫这个叫Zero Day 零日的这种所谓Volumability 就是说你的缺口 你的这种软件 你的这种 你这种伺服器的缺口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駭客都天天在找 那这个你找到缺口以后呢 你可以把那个Volumability 你可以找人买 有人会跟你买 你知道谁买的最多 全世界买这个Zero Day Volumability的全世界 谁买的最多 出的价钱最高 美国政府 你刚刚讲说 后面讲说谁出的价钱最高 我大概就联想到美国 美国政府 因为很多人想买 但不是有什么 你今天全世界都有 駭客高手 台湾駭客高手很多 你今天找到一个 所谓的零日的一个缺口的话 那你就可以到网站上公开的卖 而且是合法的 然后你最后发觉 谁最喜欢买 谁出的价钱最高 美国政府 大陆说有531架主机 那么背后可以 531万 531万架的这个主机 后面都有支付后门城市 那我就在想说 那这个有这个零日缺口的这个 谁最多 谁当然谁就 谁的嫌疑最大 那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 就是说美国 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 而且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目标 又动员这么多一起 发展另外一个国际间的冲突领域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美国抑制中国大陆崛起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就是全面性的 把中国大陆怎么样妖魔化 妖魔化 而且是选择性的 而且是绝对的双标 美国自己做的不算是 别人就 而且 没有什么证据 完全这个议题 可以连结到那个蓝点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美国的 一个全球的部署 美国其实我们没有讽刺 美国代表 情报收集上面 真的是No.1 要把美国全世界的住均 这么多 他情报怎么收起来的 但是这一点双标的部分 布林肯最近就指控 中国国家安全部 再做一件培育 犯罪契约骇客的生态系统 就是招收很多电脑高手 然后制成一个生态系 他们招募进来之后 可以就专案 有点像是contractor一样 对美国来讲 做一些国家资助的行动计划 这个概念不就是 美国的CIA跟FBI 这领域是No.1吗 Ross 过去美国为了国防 国家安全 有类似的行为 这个的确是有 我不会否认 美国是没有做过 但是过去跟其他国家不同 通常美国是为了国防 国家安全 不是为了帮美国的国内企业 所以美国常常指责 其他的国家 包括中国 有类似的 过去美国也有指责 他的盟友 有类似的行为 而就是窃取美国的 一些商业秘密 是为了帮 帮该国的企业 那美国以前 比较少会这样做 所以美国批评 或有起诉 这些中国人 要记得这部分 因为是 不只有单纯的国防 或国家安全 或者美国 指责中国的行为 他们觉得你学区美国 对这些智慧 拆起来的商业秘密 是为了帮你的企业 那当然会热火美国 这四位大陆是还有一些 官方的身份 这里我补充一下 因为纽约时报最近写一篇文章 它说对比十年前 中国的骇客技术 美国现在警觉到 现在已经是全球级的技术了 所以开始认为 这个东西升温 然后想要跟中国好好谈 哪些行为是不可以做的 那如果是国家机密的窃取 那个就是政治军事上的作战 那必然有 可是经济上不可以 这会是中美之间 新型态战争的一个样式吗 他本来就想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谈 所以他认为 拜习高峰会如果十月要如期举行 这就会是重点了 当然是 这个网络安全本来就是美国的重要议题 他刚刚普京也谈这一题 对啊 外交部宣布将要在立陶宛设立欧洲 第一个用台湾当作名称的代表处 那当然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那相对立陶宛在今年秋天 也要在台湾设立他们的代表处 大使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第一个其实设代表处 其实我们过去这个做法 有的时候积极 有的时候也不积极 因为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说 你纯粹设了这么多处 实际检讨它的功能的时候 因为处没有功能 那当时去设的时候 因为你整个的这个外交情势 是比较低迷的时候 很多很多这些这些往来 人员也好 或者贸易也好 还有这种服务业的往来 是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机构 在那边做一些 做业务 做业务 所以就是说去设 那后来外交部有考虑到 去猜测一些没有功能的外观 那也确实关了好几个 那当然就是说 就这个蔡英文政府 这个做法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有必要 要去设这代表处 因为邦交国丢了好多 那么就上来连断了 七个邦交国 所以就可以就变成就是说 在一个设代表处 来这个好像是一个 冲冲洗的感觉 所以就不是业务考量 是政治宣誓考量 政治宣誓考量 而且这个本来设代表处 就不是难事 难得在设大使馆 就是说我们以前就是说 我们标准很高 从来没有把设个代表处 说今天像蔡英文政府拿出来 这么大肆宣传 我台湾的宣传是台湾这两个字 那台湾更值得讨论 它不是用台湾 它是台湾尼斯 它从英文是用台湾尼斯 台湾尼斯 台湾尼斯 它是台湾尼斯 台湾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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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台湾好像又给它化开了 当然这个 很多人可以不同解释 不过怎么会变成一个台湾尼斯 台湾尼斯 台湾尼斯 我觉得这应该要这个 由这个 吴昭燮出来 这个我第一次看到 虽然我觉得 鲤鱼虾也好的意思 台湾啊 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吴昭燮想要的 所法力兰是台湾哦 对啊 大家给大家看 这绝对不是吴昭燮跟蔡英文想要的 而是立陶宛 可能丢出来这个名字 因为赵吴昭燮 当然他要台湾 怎么会台湾尼斯 所以我觉得这个立陶宛 虽然改为天下先 就是说他当时退出了17加1的机制 那么现在又好像要跟台湾设立一个代表处 不过我觉得民进党没有必要 把它好像搞成像设立一个大使馆一样 大做内外宣 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现在要设立一个代表处 没有那么难 而且几十个已经有差不多 我们外面相当跟我们有互动的关系 哪一个没有代表处 全部有代表处 是 这个刚刚大指抛出一个立陶宛 他的角度就值得稍微来品鉴玩味一下了 台湾48有一个非常观察细微 他说立陶宛对中的政策 在整个当地的局局算是独树一格 小国家300万人 但是这个地方地缘政治复杂 所以他收了一些白俄也收了俄罗斯这些 甚至香港的艺人是他都发签证 对 为什么说值得观察 因为他五月份的时候刚大指讲 他退出了这个中国大陆跟中斗欧的 十七加一的合作机制 退出之后大家就要看 那你跟北京现在还怎么互动 他现在又开始跟台湾走得比较密切 各位你的观察 他这个立陶宛的利益出发点的角度会是什么 另外这样的一个立陶宛模式 对于十七加一其他国家 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启发 没有 其实立陶宛他跟波兰都是那个山海倡议的主要角色 那山海倡议大家都知道他是反俄罗斯的 所以历史上他确实在政治上比较敢于表态 尤其是对比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 那照理讲波罗帝海三小国这么近这么小 那事实上三个国家成立一个代表处就够了 也不小比台湾大很多 我是说本来拉脱维亚就够了 是 并没有必要要设另外 本来在Ariga嘛 所以一定有另外的考量 那我觉得立陶宛第一个是 因为他跟中国的来往大概只占了2.1%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报复他经济貌上 他承受得起 因为没那么重要 可是我觉得也是一时二鸟 大家不要低估这个 他可能也是在对中国做抱怨 所以你不是答应一带一路要来投资吗 他事实上实际加异 他退出也是这个原因 他就抱怨说 你承论我的经济的东西都没给我 那抱怨完了好像也没有反应 那我就再做多一点 等于是打台湾牌了 讲白了 立陶宛打台湾牌 当然是 可是你看他又没有做得很绝嘛 他为什么不用台湾 他用台湾倫斯 等一下立陶宛打台湾牌 所以还是要稍微雕琢一下 就变成台湾倫斯代表处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要跟台湾友好 那不用留一手吧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留一手 那毕竟他跟中国还是邦交国嘛 电源政治上面本来他就是 你刚刚讲的说那个三个倡议国家当中 他的角色本来就不太一样 那跟北京的连结贸易上面 大陆直接投资2.1% 所以真的要对他制裁的话 他经济上面也没有直接上会那么重伤的关系 但是你刚刚说他会推出17加1 然后跟台湾关系会变得很密切了 怎么可能不会台湾跟德国尼 怎么会有密切的关系 人口那么小 他们会有多少观光客会来台湾 多少个学生会 听说福特加蛮好 你说密切关系算是 会买东西多少台湾的东西 还是有上限了 不会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像上次他们捐疫苗 台湾网路上就在传说 要如何表达感谢 台湾有卖什么立陶宛的产品吗 结果大家传来传去 连福特加都买不到 基本上台湾卖什么立陶宛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关联性 但是为什么立陶宛要打台湾开 就是去大陆这部分比较多吗 这个也是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他们在这个时候有类似的形容 其实他们会对他们跟美国的关系会加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考虑 没有错 跟美国的关系会加分 不然跟立陶宛确实很亲美 是哦 Ross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对立陶宛 对亲美的部分有加分 一定的一定的 因为美国都希望其他的国家 跟台湾加强关系 不管是设代表处或 至少不要反对台湾在WHO 有实质的参与聚会等等 所以其他国家 尤其是小国家 有类似的动作 当然会跟他们 跟美国的双边关系会有算是加分 你说美国政府 他就鼓励其他国家跟台湾发展吗 美国已经有立法了 也一定美国 对 那美国为什么不把那个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直接改台湾代表处呢 美国带头做起 目前有法案在国会对不对 是真的有本会改吗 几率太低了 这个虽然是丢在一个法案 但是最后的这个决定权 还是在行政部门 没有强制性 对对 国会可能会过 白宫怎么看 但是如果改了之后 我又希望不会改成 台湾代表处估计 美国就是这样子了 反正它就是国会过 行政部门不做 要其他国家做 美国自己这个国家也不会 我这里再补充一点 实际上德国人就认为 那个上海倡议就是美国人搞的 就是他们要拱一个 反俄罗斯 然后制衡德国的一个 中东欧的组织 有一点啊 我等一下可以请Russ 帮我们做个补充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刚刚大使讲到的 驻索马利兰 当时用的是这边 我刚才用的是手板 这上面写的就是台湾 Opening ceremony of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他用的是台湾 这个挂牌是2020年的8月 所以也挂了快一年了 牌子还在 赵立坚当时是连骂两天 痛批台湾当局不会得逞 但算一算也挂一段时间了 牌子也都还在 如果说大陆在外交上面 真的要给台湾更多窒息的感的话 那他要拿台湾方交国 现在的情势来讲 他是可以这样做 他却没有动手 大使你觉得原因是 我觉得就是说 不管怎么讲 你前面用台湾或者说 卡秀什么 可是后面就是一个office 他没有代表正式的外交 承认的意义 你如果说是embassy 或者consulary general 这些总领事馆 那是有明确的外交承认的 今天你office的话 那你如果今天你要说 这个不行 那法国也叫 economic and trade 也在那里好多年了 法国也有 这个德国也有 都有嘛 那从过去的解释上 那可能大陆的解释上 就是一个非官方的一个 一个代表一个机构 对不对 那可能当时 当时可能这些接受国 他也是跟大陆是这样讲 那现在就不晓得 这个所谓立陶宛 他怎么面对大陆去解释说 那可是从 光从质义上来讲的话 你就是一个office 你还有什么 在外交上我们讲 所有的威也纳外交 领事工业也好 国际上的国际法上来讲 你正式的官方的话 他应该要叫embassy 可是他又不叫embassy 那我们这边就变成过去一只玩 就是说从变成有什么台北 那民进党认为台湾比台北好 可是这次台湾也没拿到 拿了一个台湾news 那我不晓得这种游戏玩下去 到底他有什么 有什么很实质的意义在这里 大使看你强调几点了 就业务单位上面的 真的实质使用者来讲的话 波动体感当然占个国家 一个单位是错误的 那如果再是一个代表数的话 就是政治顺势 因为之前掉了很多榜家 所以这个代表数也OK啦 但只要现在别人对我们